2%以下,所以大概2%好了 比如說2%安打過之後 也還要5萬塊 所以如果帶給1000萬 買個 可能在台北只能買一個 小套房 小套房 而且只能一個人住 沒辦法生小孩 小孩生下都住不下 大概就要5萬 5萬多塊 要繳房貸 5萬多塊對於上班族來說應該是 不曉得金額 而且現在很多 我昨天 因為我這幾天都在淡漾大學上課 然後去吃飯的時候遇到一個年輕人 然後他就很哀怨的表情說 我後來問他說幾年,他說71了 我說 我問問他說那你有沒有交女朋友,他說不敢交 因為自己養,自己就養不活了 更何況 而且他好像還要養父母 所以 就講得很哀怨的樣子 不過這當然也是現狀,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七年級 真的 真的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 還是 還是有 有方向 比如說可以來學一點 Easeo VBA 可以突破 突破困境 但我不能這樣跟他講 因為 很多東西 你要 有高的收入 其實是真的是 要花很多時間 你不是說你不可能很多機會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所以我 常常聽說 就天上 沒有 天上只會掉下來,你要死 不會掉到什麼 所以天上真的沒有那麼機會是 天上就是直接平白無故就送給你的 不過這邊看到真的是 這個 房貸的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各位 大概了解一下 我們以這個邏輯 這個部分的邏輯 是Easeo的邏輯 我們要怎麼樣把它轉換到 VBA的邏輯 設計出來 就是說 可以讓使用者很方便 按下房貸計算 跳出來之後的話 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表單出現 這個表單 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 找不到物件 這個我再check一下 表單在這裡 還是我檔案有問題 可以等一下再來看一下這部分 就是可以秀出一個 一個表單 這個應該是檔案 檔案有問題 這個有時候 這個地方我最後完成的畫面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類似像這樣 我按下一個按鈕之後 會跳出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其實就是如果你們平常 作業有一些紙本的表單,你可以把它變成 電子表單 電子表單要做的話 目前不外乎就是 幾種方案 比如說你可以在網頁上面 做表單 或者是說在Windows上面做表單 或者在Easeo VBA做表單 不過 在網頁上做表單 有點難度要寫一點程式 然後 然後第二個Windows做表單 會有問題 就是說 僅限在Windows的環境下 如果你今天是用平板電腦的話 就沒有辦法做到 因為平板電腦上面不能夠安裝Windows的 程式 那如果在Easeo的話呢 它的優點就是說 基本上 大部分的 每一台電腦應該都有安裝 Easeo 這個軟體 而且Easeo現在除了Windows之外 在Mac上面也有 也有Office 也有Easeo 也是可以執行 沒有問題 所以這裡的話假設你每天都在用Easeo 那我們希望在Easeo上面 也可以產生一個表單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我們大概了解一下這個流程 就是把剛剛的這個 Easeo裡面的流程把它轉變到哪裡 轉變到這邊來 然後並且紀錄完畢之後的話 也可以把資料幫我寫入到哪裡 寫入到這個地方 一個蘿蔔一個坑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的貸款金額假設是我今天貸了1500萬 那這個單位特別注意 這個是